open file new 好 那这一次 我已经确定我要用 有透明物件 所以我就直接选 上一次没有特别选 是因为我要讲 如果没选 从share的改 那这次我已经知道 我就直接从这做 一样贴图要048 选模型 那这个档案就是已经在classroom上面 OK 不用存档 OK好 那这个模型其实很低面 非常非常低面 因为我一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根本没有想要干嘛 对没有错 就是我在做这个模型的时候 根本我没有画设计图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东西 只是说做个胶囊机器来上贴图 所以一开始的面数 其实是太低 这胶囊只有12个边 12边 太低了 那你可以看到轮胎 轮胎好像是28还是24 那跟这个比起来 还有包含这个 不过没关系 这个反正是个练习的东西 那练习的东西 这里面有几个 一起讲一下的就是 如果你要做这种结构上去 不要一体成型座 不要一体成型座 像这样子插进去比较好 一体成型座的会发生的问题 就是现在这个模型在这里 它的网格结构 跟这里完全不同 密度高很多 所以如果我要用Turple Smooth 会有奇怪的结构出现 它不会均匀的圆滑 如果我没有 我是用插进去的 我可以Turple Smooth 那这边还是插进去 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好 还有呢 当初在做的时候 有些东西就硬干了 这个凹痕是多做的 多此一举 这个 有没有 拉到这么近 你才看到 这种东西 就是多此一举做的事情 因为那个在 Normal Map里面 搞定它就好 就是我带那个 另外那一段影片 High Map那一个 那个补充影片的 Hard Surface那一段里面 其实你只要对这个边缘 描一圈黑边 应该说 有点建成的黑边 那个要画 要处理 就是 那个是建成的 然后 它的光 那个感觉应该是黑 然后很短的建成 变成白 这样过来 还是反过来 还是这样 反正要画一个这样以后 在Normal转换以后 它看起来会是这样 这一圈也是 这间凸起也是一样多做的 好 不过这个还好 这个还说明显一点 不过一样了 还是多做的 还有什么是多做的 这个也是 没有 这圈不是 这圈不是多做的 还有多做的是 里面这个 其实只要一个圆柱 这个 只要一个圆柱在这就好 为什么 因为 这个你只要贴上Normal 看起来就这样 我没有办法从正侧面看到它 而且这种东西在画面上 你这个低解析度 这么低的解析度来讲 这个在游戏画面上 大概就这么大而已 顶多这么大 跑来跑去 做一个装 那个背景物 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机器人在这边 划来划去 划来划去 或者它只是个NPC 还是个背景装饰物 都看不见 那个都是多做的 包含 其实 这里面 很多都是多的 那不管 反正我们就来看 好 我要在subtext里面完成它的贴图 那hard service那一段 我就不在这里面做讲 反正 反正后面再来做 不急 好 那首先第一个我要处理这一个 这一圈 那所以 folder 直接填 blank mask 直接填色 我要填的是这一圈 填uv 好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这样子 转过来 看一下 还有没有 这里没填到 double click OK 填到了 因为我把uv拆成前后两节 按下f3 这个是uv 好 看一下f全画面 这里 我拆了两节 其实这个不太好 有些东西不该这样子拆 就这个 应该要把它拆成一条 好 那 为什么 最好拆成一条 我没有拆成一条 我拆成两节的结果就是 等一下 我的贴图上去的时候 会有接缝问题 好 会有接缝问题 那当然这接缝问题不是无解 好 但现在目前这个模型上应该解不掉 这里 现在这个状况下解不掉 要解的话 你要手动在这切一刀 把接缝藏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整个拆开来 这是制作的技巧了 就是你有经验熟悉以后 然后如果事先有规划 你已经确定要做什么事情 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那事后要做也不是不行 OK 那 按一下M 回到材质 好 那在这个folder的下面放 Fear 塞进去 下课中下 好 没关系 我今天把几个基本的讲一下 然后我们再下课休息 或者是给同学练习 好 一样 FaceColor 还是老样子 FaceColor我都只留下 Color跟Rough 那颜色呢 我要做那个黄黑相间的那种带子 好 然后 不知道为什么 它现在的那个颜色 都比我选的 有落差 好 我选的其实比较在红一点点 但是 不晓得为什么它跑出来就是会变比较黄的 好 你可以看到有差异 好 那不管 就这样 没改到 好 黄一点 那这样子 光泽度 不用那么高 调低一点点 这样 好 就一个黄色的油漆 接着要加上黑色的油漆 所以再加个FearLayer 加BlackMask 它的Mask呢 来自于Procedure 因为你知道条纹状的东西就会知道这里找 因为你看有砖头嘛 还有其他的纹理 所以就往下找 我会看到一个叫Strips 条纹 好 那就在这个BlameMask里面放Fear 把条纹丢进来 就有条纹了 那我们回去改一下颜色 留7黑色的 不要调到全黑 留一点点 然后 Apacity不用这里这里 OK这三个要 我觉得这游戏是后来化行区 所以凸起来一点点 0.00 不是0.01 1 2 凸起来一点点 光泽度 比这个亮一点 但是还是要消光一点点 好 回去改 这个的参数 好 那然后你可以开始看了 有没有 接缝出现了 这边 接缝出现 这个解不了 基本上解不了 好 我可以开始调Pattern 这里有几个调法 一个是这里 如果你要把这个Strips上升 比如说15 它会变 你这个数值越高 它就越平 角度会跑掉 好 所以 我大概用这15 那对应 我不希望它变很斜 它底下有个Shift 要同一个数值 会拉回来 但这个Shift 跟这个 你可以看到 它们的数值比例 没办法完全一致 你太高 它就跟不上 这个的宽度 可以调整 好 可以调整 那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边界有点糊 所以 应该还需要把 Strips再上升一点 可以上到20 更糊 那 那如果下降 用这个 加上我们的UV 你可以去对应这个感觉 到底哪一个会得到 最细致的 状况 就是留下那一个形式 对其中心 还是对其边缘 我们看看 有没有办法做成无接缝 快到了 但是 应该是做不到 因为一边对到 另一边就差很多 好 OK 好 就这样吧 嗯 Highmap不太强 回去感 OK 我不是打0.012吗 OK 这样差不多 我只要一点点 就是 你用光影去看 它有一点点凸起感 就可以了 好 我现在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警告 应该说工程 像是工程警示 这个黑色有点太黑了 再浅一点 好 那再来呢 我们要开始加什么 嗯 我会觉得 需要边界磨损 它上面应该有些磨损 刮痕 这种东西嘛 很正常 所以马上就到下面 首先先需要刮痕 所以加个 Fear Scratch 诶 打错字 诶 是 CIT 是 Scratch 好 留下 这边 因为它要光滑 像金属 嗯 好 然后因为是油漆被刮掉 所以会凹一点点 -0.01 好 接着直接用Smart Mask 直接用Smart Mask 这里就有 因为我要Edge 就不要找错 这种Occlusion 或者是Dirt 它主要都是凹缝 好 那我要的是边缘 所以你要找的是Edge 这一种 好 那这些都可以用 它有一些已经帮你做好一些 呃 特别的呈现 好 比方说这个是Edge 加Strong的 Scratch 就这个加Square Square Scratch 好 那 我从 我要自己组合 所以用这个 拉过来 好 整个它计算 嗯 为什么还没出来 而且它为什么会变白色 咦 嗯 嗯 给它Black Mask 再拖进来 啊 应该直接拖就应该黑色啊 还在那边摆的 嗯 我应该没有动到它的奇怪设定 嗯 嗯 我有勾到什么东西吗 因为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嗯 好 没关系 那我就自己 组合吧 好 大概也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 这有点奇怪 因为啊 我在前 之前别的 课程用的时候都不会变成白的 在这边会 好吧 那我们就加Black Mask 好 加Generator 好 这边用的Generator 因为我怕调不动 我用简单一点用Cupature 嗯 它真的很奇怪 变白的 有点问题 诶 等一下 哦 我知道了 诶 我没有做这件事吗 我晓得为什么了 现在看到了 我没有做 好像一进来没有做back texture 好像我就直接讲讲讲 就开始做 好 没关系 呃 这个我这不是问题 那我一样再拖这个回来 白色就白色 不管它 好 呃 问题就是我没有去做 去算出这些 它要用的这些图 好 OK 那现在算 一样 没差 back mesh map 这里记得 一定要切到2048 你用512 它会是 它的alpha是糊的 你就对应不起来 ID不用算 其他都要算 自己算自己 好 low poly 而是high mesh back 该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好 好算完 那 这里就正 这边有都有了 那这里就会正常显示 那个金属 磨损生产 好 那但是 如果磨成这样子 应该不会只有边缘 所以这里应该还有 所以很简单 我们在这里面再追加 Fear 找到Grange 这个我就要自己组 所以我是才用这样的做法 再找Scratch 用这一张 这张很像 但是这张的刮痕 比较像是 因为你的电脑 如果家里的电脑够清楚的话 应该看得到它上面的 这上面的纹理 比较像是那个原子壁 就是它比较像毛啊 会弯曲 这个Scratch呢 它比较坚硬 像是锐利的东西 就是很快速的效果 所以我要用的是这个 那这样子呢 那这样子呢 你就会看到它呈现这样 那当然底下跟这个要合在一起 所以Lighter Max 或者是 应该Lighter Max 或Linear Doge都可以 Linear Doge好 因为这样子保留的 比较多一点点 OK 好 那再来呢 看一下它的Scale调整一下 再加上Triplan 太多了 这Scale开太大 点6 太长 缩短 宽度也稍微宽了一点 再缩小一点 大概有就好了 不用那么夸张 OK 可以 好 那每个人的操作 如果你要改变它的样子 按一下乱述 它就会改变 所以 不会操作起来一模一样 除非你们都没改任何参数 其实是这样子的 Substance Penta在做贴图 强就强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有洞 一定不会跟人家一样 好 那我就得到一个 这个样子的呈现 好 好 那还可以再加 我要把BaseColor 复制一个起来 右键 DeepCat Layer 这个我要用深 先用深色 不管它 Rough 光泽一点点 这个其实是Dirt 那个一个脏污的变色 所以是 把 是Mati 把它按错了 Normal 然后要叠 Black Mask 上去 还在存档 好 Black Mask 那要去找一张 需要有一些条状 丝状的东西 应该是像这张 我很希望就是 有点像水痕的那种 对 这张 或者是 这个 好 所以这 那我先选这张 等一下 忘了加费了 再把这个 拖给它 好 那上面会多出一些痕迹 那这痕迹你要用什么方式叠上去 是overlay 还是 saturation 影响它的 那个还是加上 value 跌上去 我用value 跌上去 好 那改一下这张图的 triplane 但是有接风问题 这个现在无解 不管它 看来还行 稍微动一下 它的rotation 就是 因为这是一张 那个grunge 所以 它虽然也有参数 不过它参数的变动 不太一样 我现在就是 只是要让它 不要就像 维持预设值进来的 样子就好 可以 可以 所以现在就再得到一组 颜色 那 再加 我希望再来一组单独指控制 rough 好 那这个 明显一点的 balance 调一下 好 不是 丢错地方 不是丢这 丢black mask 加币 逻辑上都是这样丢 都是这样丢 因为你这样才有前面这个栏位 可以控制 那个 可以看到 又出现一个很明显光泽区域 但我们又要变成这个样子 这张图要改一下 好 这里呢 triplan 加上 加上 1.75好了 密一点 然后 balance调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看了 因为我要它的 黑白对比强化 怎么一样吧 我其实是要比较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一点 嗯 还可以再加一张图破坏它 应该还要再加一个 按错 给它再加个fear 然后 然后 忘记 concred all 常常拿来 用来破坏 这张 然后 body play 看一下 body play会不会太黑 不会 我要再破坏它的纹理 就是这样而已 只是为了这件事 嗯 好 那大概暂时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还可以再更 调得更细致 那现在它表面 应该光泽度这里还可以再调整一下 OK 好 那 好 那如果暂时就到这边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加的是 就要加layer 一般的painlayer 好 那我这里这个叫painlayer 就是要做mark 做一些标志 好 那这时候要用呢 它就是直接用 alpha 找到这个好了 这个不错 嗯 好 那这种用法的时候呢 你就要一开始就要决定 因为它每一次画下去 就是一组新的状态 所以你一开始就要决定 这时候要画什么颜色 嗯 白的 白的标示文字就好 好 那稍微有点凸 嗯 光泽度 OK 这样可以 我要压在看什么地方 比较实大 这里 这个地方 好 那笔刷大小 可以到这里调整一下 也许大一点 这样 就会得到一个白色的 好 文字压在这里 那再来呢 那再来呢 我再去找 这种 再把它换成 这个是红色的 按红一点 凸起一样了 光泽小一点 好 那这个呢 我就可以把它压这个地方 不过我要这样做 先回去 把它转 方向反了 90度 90度 大小缩小一点 那当然也可以用快速键 Ctrl加左键 说大小 好 那左键 Ctrl加左键 左右是流量 所以你要操作的话 只能上下是旋转 右键才是大小 那这是快速键 如果你记得够清楚的话 可以这样操作 这个大小好 看看 还是太大 再小一点点 这样 好 那我打开对称 因为我想要绕的这个结构 都画一个 好 箭头都要朝向它 所以是这样 从这个方向做过去 画太远了 再近一点 好 现在是太远 那有这些东西 其实还少什么 还少一个 脏污啊 污损的结构 污损的东西 那我们当然可以去从 像Smart Material里面去找一些 像这种脏脏的 Rubber其实看起来脏脏的 这种质感上去 看起来就有点像灰 就你拿这个当材质 然后再点一个Smart Mask 其实就可以得到类似的Fuel 或者全部自己做 好 直接从这里去找这种Dirt 比方说这个Dirt Soft Edge就不错 好 那可以再开一个 材质 就是这个 是Fuel Layer 直接偷Smart Material Smart Mask过来 好 等它一下 出来了 OK 好像不怎么边边 这个要修正 好 还有呢 如果你想要这个Dirt会作用到那个Mark Mark要放在它下面 因为它有层级叠加的问题 好 OK 那我们来看Dirt Auto点这里 好 它用的是Generator Curvature 好 Generator Curvature 那 所以Auto点一下这边 可以回来 这里看 看起来它把它弄反了 Invert启动 也不是 所以它的方 它出来的结果很奇怪 嗯 嗯 它这个不是我要的呈现 我们把Smart Mask换掉 好吧 这个是最明显的 OK 有了 不过太锐利的一点就是 其实这一张应该要在整个模型做完以后才做了 先弄没关系 到这拉上去也可以 拉着 就看到有没有 其实就在这 会堆在这种地方 我们就先简单处理一下 加个Filt 加个Blur 加错 加错 加错位置了 因为是要加在这里面 它用Sharp 那我不要开Sharp就好了 要锐利化 好 所以它除了Curvature以外还做了一个Maskedit 在上面加了 那 先这样 把这里颜色改一下就好 嗨留着 稍微凸起一点点 颜色改一下 好 好 猛者有点突兀像是肾油的感觉 所以你还可以让它留机油 好 加上这个控制 好 嗯 好 那这个先到这边 还可以再加 所以 那其实很多 Filt腰带 OK 好 再加 这个Folder 我们要做这个 旁边那个把手的东西 Black Mask 填色 填Object 就是填这个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加Filt 放在下面 不知道我们全部填到 看一下 F3 Auto点一下 Ayo 123 全部都到 Face Color 嗯 老样子 好 那这个我想要做出 第一个是 它的那个边边的油漆有一点点 比较褪色 比较光泽变动的效果 好 所以这个部分比较单纯的就是直接加个Fear layer Black Mask 然后我就用 就留白色 看我留白色应该就知道我想要用Value 好 然后在后面的Black Mask的Fear里面再开始找 先放个Generator好了 因为我只想对边边有这个作用 所以加个Generator 这个Generator我就选Curve Curve 看一下这里 这个Fear待会再处理 先处理这一个Curve Churve 那我就可以去调整 要不要Blur 一点点 然后Balance 因为我只要边边比较明显 所以会去调Balance 调密过来一点点 像这样 再回来看 好 所以那边的作用其实只有作用在 这个地方比较明显 好 那 颜色 你可以看到就这样 可以看到边缘 褪色一点点 好 那当然不用做那么强烈的效果 好 那褪色一点点也不要只用这个 我们还是要再加个Fear 破坏掉它 所以再去找Grunge 或者找 其实找Grunge 或者找Postiture mapping都可以啦 因为如果你找Postiture就是用 好 Noise zone 嘿 Cloud可以 用Cloud破坏它 那这个 谁要放下面呢 用这个好了 Multiply 那Cloud的参数还要再调整 这个好像有点太细致 Brand white dot 这好一点 这样 这样 那它当然还有Noise的参数可以调整 扭曲的 感觉 等等 都可以按 所以都会得到不同的最后的呈现 好 那的确 它不明显 可是 我就是要一点点不明显的这个 呈现效果叠加在它表面上 因为 并不是一定要很 都要很明确 稍微有一点点不明显 有 但是 似乎有又似乎没有 有时候是 我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那 当然这个边缘的基础磨损 我们可以再去从底下这里 嗯 这个 把这个Dificate的一个 拿来用 好 但这边就要再调整 因为太 太强了 这里到这来做就 就做弄太强 所以这里 你要做 一次修改 应该是这个Sharp 就不要开这么强 然后它的Maskeditor里面 Curve球 不是 Curve球的面板里面 嗯 Edge 我们做Due 好 那那些什么Maskeditor里面 那些什么Maskeditor里面 什么通通都要调 不过我现在电脑有点跑不太 就是跑起来会比较慢 就我大概就调到这个样子 好 那时间也差不多 好 就是我要让它吃那个存档了 所以 对 对